各位,我是呂志华 較早前,香港有十二名逃犯 準備逃亡去台灣 但誤闖中國水域 結果被中國海警逮捕 逮捕之後 十二名逃犯家人 不知道真或假 他們很高調召開記者招待會 表示他們只不過是出外釣魚 和誤闖中國水域 他們企圖利用輿論壓力 希望能將十二名逃犯移交回香港 十二名逃犯家人和藏棍、陶瑾申等 更提出種種疑點 要求香港特區政府和中國公安方面 提交證據 證明他們沒有潛入中國海域內 甚至企圖證明中國可能是越境執法 中國公安方面迅速作出回應 在昨天9月26日 就將他們逮捕這群逃犯的過程完全曝光 證明中國海警執法 是完全合乎法律的 以及是有理可依的 今天我想和大家討論 這十二名逃犯的逃亡路線 以及中國公安方面 如何逐一擊破這群人的謊言 在我未達入正題之前 希望大家能夠訂閱我呂志華 免費的頻道 以及按鈴鐺 以及將我這條片講傳出去 多謝各位 香港十二名門徒 是犯了嚴重的罪行 他們的家人非但不會因為他們的子女 作出這樣的罪行而感到羞恥 反而還大搖大擺 公然公開高調地開記者招待會 就是向大眾說 他們這群人是無辜的 是無辜被中國海警扣押 而有一些狀況 例如陶緊身之旅 更加在新聞發布會期間 作出種種無理的指控 指控中國海警 就是懷疑他們的執法 就可能有誤 又懷疑他們是越境執法 就要求香港警方交出 當時雷達資料紀錄 就是想看看這條快艇 是位於什麼位置 而中國海警 是緝捕他們的時候 是否合乎這個法律 甚至在新聞發布會之中 就有一些所謂的家人 是蒙頭蒙面 不知道真是假 他們竟然說 他的兒子帶著兩桶水去釣魚 就誤闖中國水域 好了 對於這些指控 中國公安就很迅速作出回應 以及將他們 逮捕這群逃犯的資料 和過程完全公開 現在我們先看看 中國公安披露的資料 他們是什麼時候 和如何逮捕這十二名門徒的 根據省公安廳資料 香港海事處和水警的紀錄 原來就在8月23日上午7點 這條快艇就在布代澳出發 而7點半已經離開香港的水域 香港水警 最後偵測到快艇紀錄的時間 就是上午8點左右 當時他們已經離開香港水域 大概是10點8海里 而根據廣東海警局的資料顯示 當時這條快艇已經在香港以外 東南方約是26海里 換言之 當時中國海警是在香港水域以外 26海里附近 將這條快艇捷獲的 甚至中國海警當局 都是給當時的經緯度 給大家了解 當時這條快艇是處於東京114.53 北位是21.54度 大家可以看到 無論時間 甚至在經緯度的座標 都清楚列示當時這條快艇 的確在中國水域之內 所以中國海警將他們捷獲 將他們緝捕 是完全合法合理的 這一點也迅速回應了 陶謹申和這群人的家人 所要求香港警方出示當時的雷達紀錄 現在大家面對這些資料 應該是無話可說的 另外現在中國省公安廳 也透露了 原來這群人在登上快艇之前 已經是繳交了部分費用 而這條快艇是由其中一名疑犯 負責駕駕駛的 如果那個家長說 他的兒子是帶著兩個水桶去釣魚 去南丫島釣魚 那我就奇怪了 什麼釣魚是要在登艇之前 繳交部分費用 釣完魚之後 再繳交餘下的費用 究竟香港有哪些快艇公司 是用這樣的方法要求那些釣魚人士 這樣去繳交費用 由此可見 這群人根本就是砌詞去狡辯 企圖將那些十二名逃犯 塑造成為一個無辜的受害者 好了 在審訊期間 這十二名逃犯 就不可以回見任何的律師 這一點也是這十二名逃犯的家人 所提出的控訴 認為這樣就癡結了他們的人權 和他們的權利 但現在有關的消息透露 這十二名逃犯 其實每個人都已經聘請了兩名律師 為何較早前是不可以呢 原來根據內地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九條 那些辯護律師可以和在押的疑犯 或者罪犯會面的 甚至可以通訊 但當涉及國家安全罪 和涉嫌同事恐怖犯罪活動那些 在偵查期間就不可以見辯護律師 直到偵查機關批准許可才可以 原因就是因為擔心他們 在偵查期間如果見辯護律師 可能辯護律師會教唆他們 做出一些有利他們自己 那些是假的口供 可能這一點來說 和現在香港那些嫌疑法 所擁有的權利是不同 但不可以說他們現在 在國內在偵查期間 不可以見辯護律師 就是侵犯了他們的人權 就是這樣做法 是不合理不合法的 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到 其實現在國內正在 他們有沒有違反國安法 這個方向去偵查他們的犯罪行為 好了那些十二名逃犯 但未來的命運是怎樣呢 而據有關的機構就說 稍後他們就會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報請深圳市鹽田人民檢察院批准逮捕 換言之 現在的十二名逃犯都還未正式逮捕 稍後才是正式逮捕 然後落案起訴 至於起訴最後的可能性是怎樣 我相信如果罪名成立 他們將會國內復刑 復刑期滿才可以送交回香港 那些十二名逃犯 他們的家人和一些壯棍 當初企圖利用新聞發佈會 他們企圖製造到一些輿論壓力 令到香港政府有壓力 以及令到國內方面 有機會因為國際輿論的壓力 而重寬去處理這件事件 那大家可以看到 較早前蓬佩奧雖然加把嘴 但是不但於是無保 反而令到中國方面 令到國家方面 更加加快處理這群逃犯的罪行 由此可見 這群逃犯他們犯了罪 你不要企圖利用任何方法 利用西方國家政客的輿論 企圖令到中國 改變他們的執法制度 這一點來說 根本是癡人說夢的 雖然現在香港特區政府 和國內省公安廳 將整件事的過程 完全披露出來 完全透明公開 但是我估計 這十二名逃犯的家人 所謂家人 和那些狀犯 依然不信服 依然利用各種理由 企圖令公眾認為 他們披露的資料是不真確的 這一點來說 是他們必然的做法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黃絲和那些暴徒 過去一年以來 都經常利用這種方法 去圓弄大眾 去為自己做錯的事 聞過識非 大家可以看到 831是沒有死過人 但到今天為止 還是企圖製造虛假的事實 例如最近 網上流傳一條短片 就見到一個小孩 他們做錯了事 他們弄傷了別人 不但不道歉 到最後 他們已經是持窮理絕的時候 他們竟然在大吵大鬧 自殘身體 然後就誣捏別人 打他們 別人傷害他們 這個做法 正是十二門徒家長的做法 他們不但不感到罪過 不感到內疚 還企圖製造種種虛假的事實 說他們去釣魚 甚至說他們是十分無辜 這樣被中國方面扣硬 企圖抹黑中國政府的執法 所以都可以看到 根本他們一直利用各種宣傳手法 利用各種包裝 將一些錯的東西包裝得很美麗 這樣去為他們洗脫罪名 以及嫁禍於他人 認為他人所做的事是錯的 而他們所做的事是正確的 他們是無辜受害者 這個情形就和美國政客 現在不斷地污衊中國 無滅中國 以及製造許多虛假的罪名 去誹謗、去詆毀一個國家 這些手法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其實美國除了這樣去詆毀中國之外 對其他那些不同他們同流合污的國家 都是用同樣的手法處理 但事實擺在眼前 這十二個門徒的而且確犯了中國的法律 所以一定要受到中國法律的制裁 無論你們怎樣污衊都好 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 相信香港很多人都明白是你的 至於那些不明白的 那些反共的人士 我們無論怎樣說 他們都不會相信 這件事我們根本可以棄之不理 總之現在中國和香港政府 執政來做公道自在人心 我相信正義不會不離 只不過是會遲離 多謝各位 我們下次再見